請你幫我這樣做 第一個就是說 浸泡的部分大概沒有問題 因為就大概泡一碗那個水不要 或清洗去地頭 這個都不是問題 重點就是說 你的白木一定要先穿燙過 一定要把它燙過 像燙青菜這樣把它燙過 把它的雜汁 我們都吃得出來 它也有帶著酸味 洗兩道都好嗎 但是大家可以試試看 像汆燙過的白木耳它的清香 你會覺得像花香一樣 像蜂蜜的香氣 真的是花 真的是有花的感覺 而且你在熬煮白木耳的時候 一般我們不會跟蓮子一起煮 同樣的問題 蓮子的澱粉都會煮 而且到時候不好看整個散掉 真的有用火煮的話 你會知道你會需要去攪拌它 不然它會黏過 因為它會越煮越稠 所以先熬木耳 對 先熬木耳 蓮子就不會一起把它攪破 我們在熬的時候 其實會先準備紅棗碎 七顆紅棗就好了 先用紅棗水煮一鍋紅棗水之後 紅棗拿掉或不拿掉 沒有關係 然後木耳進去 燙燙過的木耳進去之後 小火先讓它滾 滾了之後就轉更小的 就是微火 然後讓它大概煮十分鐘就燜 燜大概半個小時 再開火一次讓它滾 這個時候下煮好的蓮子 再滾就可以吃了 這個時候 對 這個時候它的清香跟花香 就會飄皮出來了 紅棗水 對 喔 你看 又快一點 對 欸